獎經國於1988年去世後 站處於距離慈湖林寢約兩公里外的頭寮賓館 現稱大溪林寢 來到這除了街林外 最受矚目的莫過於海軍儀隊的換班儀式 莊嚴的步伐威武的姿態 廣受國內外觀光客們的喜愛 厚池湖這塊50多年來 不曾對外公開的軍事管制區 在2009年對外開放之際 依然保存著當年的風貌、生態及環境相當完整 湖畔的步道是最佳的商鳥賞蝶地點 每當世紀變幻時 鳥與花香的厚池湖景致 彷彿置身人間先進世外桃園 除了環境生態與人文歷史外 並復刻獎家當年生活環境與武動觀設的原始風貌 從軍事戰備到空間解嚴 厚池湖的神秘面紗 始終讓人津津樂道 而令人承認 神秘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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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秘面索 神秘面索 神秘面索 祝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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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导入后池湖的生态体验 游客可透过红外线摄影机 即时观看战备隧道中的蝙蝠影像 更运用了互动式投影装置 让游客体验与自然共舞的情境 三号办公室将池湖宾馆原有的家居成设完整复刻 如这张当年奖宗夫人用于作画的桌椅及卧室情聚等生活器具 配合当时的日常照片 将奖家之间的和乐互动 甜蛋悠闲 真实呈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远的第一夫人蒋宋美玲 以忧郁的外语能力及外交手腕 扮演对外沟通的桥梁 因此第二办公室特别展出夫人与外交事务 与教育关怀所付出的贡献 并陈列夫人个人画作 并且继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也限量贩售当年蒋宋美玲 与蒋方良女士最喜爱的甜食 经过湘南森林 我们来到一号麦东市 这里解密当年未能发展成果的国光计划 记录了蒋介石幼年生活 青年求学时期 到迈向革命之路的成长历程 并解开台湾早年建设的大陆侦察队 黑猫中队的种种事迹 黑猫中队的种种事迹 后此湖灵鹰浓密彩蝶飞舞 是个适合全家大小探索历史文化 及亲近大自然的好地方 有机会不妨上网登记前来此地探访吧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家 让你无法想象的仙境 天哪 环境优美 鸟语花香 或许这些池语都不足以形容它 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整个房屋被椰林包围着 真是如同与世隔绝一般的桃园仙境 坐在舒适的墓椅上 喝着一杯咖啡 享用着精致的松饼点心 与佳然在这里享受着下午茶点 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 晃却平日生活中的老泪压力 进到这里的房间 凉上布漫缠绕 精致的摆设 温暖的灯光 营造着如同自家的温馨 真的一来到这里 就让人流连忘返啊 由于这间民宿 就位于财神庙的旁边 因此有游客特地夜宿此地 就是为了睡在财神爷的隔壁啦 看看是否能做个发财梦 一夜致富 新时宿 1949年大陸山河遺跡 有一群炎王子孫来到了滇敏边区 除了有一批国军部队 还有一群民众 他们在滇敏边区的丛林中 求生存过日子 他们是中华民国的军队 他们是中华民国的子民 因为国共内战而浪迹天涯 很多人都很疑惑 中华民国政府已经两次从滇敏边区撤军 为什么还一批国军官兵遗留在滇敏边区 甚至现在的太北 也有一批国军官兵遗留在那里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那个年代 蒋中正总统 不可能放弃任何一支武装部队 更何况这是一支积极正面的武装部队 虽然两次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军 蒋中正总统仍只是撤一部分 现在流落在太北地区的军民同胞 就是当年凤域留下的国军官兵跟眷属 中华民国政府后来对太北地区 有一些关怀跟照顾 这就是理由 他们曾经在丛林里叱咤风雨 还曾经在滇敏境内 控制了比台湾大好几倍的区域 后来 甸免检据向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军队入侵 联合国决议要求中华民国自甸免边区撤军 1953年年底至1954年回初 中华民国撤回了7000多名官兵 及眷属 后来凤域留下的官兵又重大起来 甸免再次向联合国检局控告中华民国军队入侵 联合国再次决议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撤军 1961年初 中华民国政府再从甸免边区撤回了4000多名官兵及眷属 段西文将军所领导的第五军来到米斯尔建立的基地 在段西文将军卓越的领导下 军民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 段西文将军还创办了明洋中南半岛的新华中学 任何时代在太平边界战乱以后 我们流落到台北 稍微安定了以后 段将军第一个想法就是 不能断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脉 要延续我们的面脉 最主要是来自于教育 所以在最艰困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怎么样把学校帮起来 当时也受到很多主要 很多部队里面的军官认同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部队的军下 伙食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 段将军他用自己的经费 自己的财力来帮一所学校 距离现在已经快五十年 所以现在许许多多在世界各个角落 都有我们的新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